大家好 在不同的场合 大家都会要喝一点酒吧? 不管是在宴会上 或者在家里 或者是家庭聚会的时候 在中国,酒有很多的种类 今天我们大概讲一讲酒的分类 从它的材料和方式方面来分类 首先,中国比较有名的是白酒 来过中国的人都喝过白酒吗? 中国的白酒的度非常高 低的大概是38度 高的差不多是56度 或者是70多度 喝的时候非常辣 这里像着火一样 如果你来中国,一定要尝尝中国的白酒 那么白酒它的材料是淀粉或者糖制原料 什么意思呢? 它的种类比较多 大概的就是大米、小麦、高粱、糯米、玉米 经过蒸馏而成的一种酒 叫做白酒也可以是烧酒 这样的 第二种就是大家都喜欢的了 啤酒 我们在青岛 那么青岛啤酒是全世界有名的 啤酒的度数比较低 喝起来口感比较好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比较喜欢 那么啤酒的材料是大麦芽、酒花、水 经过发酵而成 在青岛的话,青岛啤酒很有名 还有劳山啤酒也是非常有名的 第三是葡萄酒 或者说是红酒 因为它的颜色是红色的 当然也可以分为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 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 它是由葡萄或者葡萄汁发酵而成的 第四是黄酒 黄酒是中国特别的一个酒 它是以稻米为原料 不蒸馏的酒 不蒸馏的酒 也就是大家常常见到的绍兴酒 绍兴酒可以做菜可以喝 热的时候也好喝 身体暖暖的 第五是米酒 这个酒是有一点甜味的 所以女孩子比较喜欢 我们中国也可以叫它牢骚 它是由糯米发酵而成的 它可以喝也可以做菜 都比较好 最后一个是有中国特色的 药酒 也就是中药和酒混合起来 把中药放到酒里 泡三十天 或者是一年 这些中药呢 你可以有选择 对你身体好的 大家常常见到的就是鹿绒 就是鹿的这个角 把它泡到酒里 泡一年了 或者是半年了 然后就喝 对身体非常好 也就是说又是酒又是药 这个是有中国特色的 好的 今天我们大概讲一讲酒的分类 以后我们会详细的介绍每一种 好的 今天的内容你明白了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